她說我一個家人 我希望她可以過得好 罹患血癌的張哲愷 最大的願望 是能在過世前 替性愛的松圓圓 找到可以託付終身的對象 即便做著決定 再把自己的感情 塵封在心底 我面臨生理死職的這種感受 一開始沒有很強烈 那我還特別去找一些 真正有罹患過白血病的病友 理解到的 其實他們也很多時候 擔心的是 照顧他們的人 他們之後也是會被留下來的 一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影集版 虐心角色入圍金中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主角的范少勳 因為用盡全力投入 殺青後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剛開始在貼近張哲愷的時候 都會是 可能張哲愷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做這樣的選擇 而他會有這樣的心境 回來范少勳的時候 可能那段時間都會有點sad 范少勳是一個 喂嘿 很開心耶 你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情緒出來 但我覺得那很正常 那 就享受他吧 你放心啦 你這麼調皮 老天爺不會想要你的 邀一同競爭的 還有影集中的另一條支線 飾演音樂製作人的王柏傑 和同心白潤英的對手戲 真摯感人 他給了我一個很真實的情緒 然後我接受到 那我給他的東西 那才是最真實的 我沒有在演 我其實真的沒學過怎麼演戲 我也不懂怎麼演戲 所以我覺得這吉他反而對我比較難 有特別去練 然後但我對音樂這個東西 我是可能比較遲對一點點 說到以來 首度角逐男主角獎項 還對入圍名單中的這個人 隔空放話 這對演藝圈好友黨 就是因為交情夠 才敢在鏡頭前互開玩笑 楊佑寧在兩城吉時裡 演出一位被追債的落魄秀場老闆 為了生存身兼多職 這一場做完我就不來了 不然我們來玩多媽媽 誰當鬼 誰長得像鬼誰當鬼啊 我當下確實沒錯 我覺得是一個幸福美滿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我很不想工作 對 那我只是把這個 我很不想去工作這個心情 去把它在我的心裡面 去做無限的擴大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能在家裡面 陪我的小孩 很多這一種負面的情緒 然後扭曲 然後放在這個角色上面 你幹嘛 想弄我是不是 熟渡節演男主角 並在食堂怪壇裡 一人分飾三角的大賀林賀宣 積極把握機會 還克服了過去對水的恐懼 你要沒有任何裝備 深潛到五米以下的深水池 你用那個死亡的恐懼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殺心戲是我的深水池的戲結束 然後我那時候 結果我死過一次 此外 在2020年 因心機梗塞不幸過世的 三金影帝吳鴻鳳 也以遺座降合回游入圍 女主角部分 千年拿下金鐘女配角的蔡淑貞 契露越走越廣 甚至還挑戰眼尸體 主角 快報警 快點 因為有一天 我真的被人殺死了 你會幫我找兇手嗎 憋氣 然後眼睛要睜開 就有一幕我是躺在泥巴上面 然後躺著眼睛要睜開 可是那一天又寒流非常冷 而且風很大 大到可以把整個帳篷吹走那種 但我眼睛要睜開 然後風一直在我眼球上 刮來刮去 但是又特寫這樣 太晚了啦 我一下下就好啦 很有個性的林晨熙 則在第一次遇見花香的那刻中 飾演結婚生子的職業女性 某天巧遇學生時期曾曖昧的學妹 在家庭 愛情間深入掙扎 這個東西有一個道德界限 如果我今天我沒有拿捏好 我做的這件事情就會是 被大家討厭 通常找我的人 因為我的長相也比較鮮明 所以大家會對我有一個既定印象 把我擺在某一個人設裡面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我要怎麼樣把我的這個 個人特色的這個強烈的東西磨去 不要讓她在戲劇裡 她要很平庸 很平庸 很平庸 同樣演出女女戀的 還有以新創短片蝴蝶入圍的余佩珍 與台北過手 莫迷莫力的王俞瑄 有件事情想請你幫忙 你出事看啊 這也是憑著該死的阿奢羅 接連拿下金馬獎 與台北電影獎最佳女配角的她 第一次獲得女主角獎項提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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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演堅強單親媽媽的邵雨薇 以精湛演技逼出了不少觀眾眼淚 雖然說的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但演出能讓觀眾有共感 被角色說服 對演員來講 這是最開心的事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